在立法人蔡世音见证下 台北大镇社区管会主委苏林玉琴 与自爱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副处长陈苏清完成签约 这项高地社区供水接管工程将在年底完成设计明年施工 不仅能改善台北大镇过去每期漏水度数达6000多度的老问题 施工经费由中央补助80% 每户负担费用也从5万元减少到1万元 希望早一点帮我们完成 完成好让出户可以安安容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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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为这个水在那边缓闷 我们更新完水管之后 就是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然后也把我们社区的自来自来自水管 先给水公司来做接管 整个台北大镇如果政府没有补助的时候 那住户要分摊的改善工程款是5000万 那由于政府负担了80%的工程款以后 那住户只要分摊1000万的工程费 多年来协助许多社区申请中央补助改善高地供水 及漏水问题的蔡世英表示 台北大镇是基隆最后一个获选社区 由于基隆社还有多个社区也表达希望申请高地供水改善计划 在蔡世英争取下水利署方面已初步同意 规划第二期老旧高地社区用户加压售水设备改善计划 预计民国114年公告 水利署给我的回复我们的讨论的结果是 会朝着第二期的计划继续来推动 那原则上在今年底会完成第二期计划的草案 明年会来正式公告114年之后的第二期计划 那因为基隆还有很多的社区 它确实仍然有高地供水的问题 也还没有完成 那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让更多的社区继续也能够完成 另外对于近期用水问题引发民怨 蔡世英表示已经要求水公司调配西式水库 及新安水库的储水积极改善 水公司方面也澄清水质经检测符合饮用水标准 至于民众反应的气味部分 在水公司则提出说明 饮用水的水质标准是 必须我们的鱼路要保持在0.2到1.0ppm之间 那我们的出厂鱼路都是控制在 这个0.2到1.0ppm之间 这个法规的范围之内 那这个加入对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那有一点就是说 当我们路气如果加到鱼路的部分 有0.4以上 我们人就会有感觉 那有感觉你只要把这个水静置一下 它挥发了以后就没有路气的味道 由于基隆已多日未下雨 依照天气状况 今年枯水期可能会持续更久 为了避免去年缺水问题重演 蔡世英表示近期将再到东北角 供疗上游视察水源抽取状况 同时要求水公司方面启动深水井等备源计划 我近期也会再到东北角区域 供疗的上游再去视察一次 那水公司一下已经开始采取另外一个备用计划 就是深水井的备用计划也准备要开展了 那因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整个东北角地区的雨量是非常的少 所以思应有特别提醒水公司 我们要如何避免去年度 新一区中正区大规模的停水的状况再现 那这个部分我也有请水公司特别的注意 记者张旗腾基督报道